好 对于两岸货币清算机制 今天签署了备忘录 马云九总统表示 这是两岸稳定发展的成果 另外呢 至于苏建河案 今天无罪定验 总统也指出 这对司法界意义重大 他希望未来不再发生 任何行求的事件 苏建河案在跟三审无罪定验 终结21年的缠送 总统马云九今天对审判结果 表示尊重 同时也强调 苏案在他担任法务部长时期 是三个停止执行死刑成功的案例之一 虽然外界对速审法人存在不同意见 但追求真相的目标一致 也希望检掉办案 别再出现行求 这都给我们来讲 都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在第一审的检察官跟法院 都应该把事实的部分 要确立得非常的清楚 对于两岸货币清算机制 已经完成签署备忘录 外界提到是否将再签署协议 马总统表示 备忘录也是协议形式的一种 而两岸货币清算机制 更是两岸稳定发展的成果 所有的跟大陆签的协议 都是基于一个对等互惠 跟尊严的原则在处理 因为这些问题 本身都没有任何的政治性 双方交往了四年多 也都知道 不需要在这种地方 有任何的小动作 至于陈谦总统 保外就医案仍有争议 在野党也不断诉诸联署 要求法务部 让陈谦总统保外就医 但马总统仍然重申 保外就医没有介护 实际上受刑人出去 就像是释放 同时也反对联署的方式 强调已经违反 保外就医的制度 马总统说保外就医是医疗问题 不是政治问题 不是用联署就能有结果 至于前消防署长黄金敏设探案 马总统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为由 不便表达意见 接下来我们汉林台北报道